清朝康熙五十年 江南乡市发生一起严重的舞弊案 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子名落孙山 一些盐商富豪子弟却榜上有名 康熙皇帝派钦差大臣张鹏和下江南查案 不料查案刚开始不久就遇到巨大阻力 协助查案的两江总督嘎里 和江苏巡抚张伯行都想借此案说事 趁机搬到北方 康熙皇帝圣怒之下 将总督和巡抚两位地方大员同时停职审查 这个处理决定 为什么在江南民间引发商人霸市 群众堵路的风波 两江总督嘎里被停职后 他需要将官印交出去 却无人敢尽忧和蹊跷 康熙五十年科长舞弊案 特邀湖南大学李斌教授为您讲述第四集 都府停职启风波 清朝康熙五十年即公元1711年 江南乡市舞弊案案发后 钦差大臣张鹏和奉命去江南查案 不料案件刚查出一点眉目 协助查案的两江总督嘎里和江苏巡抚张伯行就发生了激烈矛盾 张伯行举报嘎里也卷入了江南乡市舞弊案 并收了五十万两银子的巨额贿赂 而两江总督嘎里则针锋相对 上书举报张伯行借机报复 都府内斗势不两立 甚至大打出手 致使江南乡市舞弊案的调查工作 无法正常推进 面对这样的局面 康熙皇帝果断出击 同时将嘎里和张伯行停职 接受调查 那么康熙皇帝处理决定 对调查江南乡市舞弊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康熙五十一年 也就是1712年农历的2月19 康熙皇帝派在苏州的密探 苏州之造李旭向康熙皇帝上了一份秘咒 他在秘咒中说 江苏各界认为 嘎里肯定没有卖举人 是张伯行这个人疑心实在太重 他竟然利用这次科长案来举报弹劾嘎里 李旭还说江苏人认为张伯行虽然是清官 但这个人办事能力实在太差 由他来当江苏巡抚 对我们江苏来说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累赘 江苏人对嘎里的评价则完全不同 他们说嘎里虽然没有人说他是个清官 但是他确实没有收受贿赂 而且他是勤勤恳恳的在为江苏老百姓办实事 升得江苏人民的拥戴 由他来当两江总督 真是我们江南之福 这是李旭向康熙皇帝报告的江苏各界 对于巡抚张伯行和两江总督嘎里的评价 李旭同时还向康熙皇帝密奏 江苏百姓对于嘎里被停职务 不仅在言论上予以支持 而且还付诸行动 农历的二月十八十九两天 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镇江扬州等地的百姓连续两天罢市 甚至还有人到苏州执照府衙门来请愿 要求李旭上奏康熙 请求嘎里留任两江总督 不止这些城市出现了罢市的情况 两江总督府衙门也很不太平 由于嘎里被停职了 他的总督官印也就不能留在自己手里边 所以到二月二十二日 嘎里准备派人把总督官印送到江西巡抚衙门去 为什么要送到江西巡抚衙门去呢 因为两江总督管下的地方 大致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江西和安徽 现在江苏巡抚张伯行已经被停职 那么嘎里就只能将总督官印送给江西巡抚 或者是安徽巡抚 当嘎里派人把官印送到江西巡抚衙门的时候 一大批民众把城门锁了起来 让送官印的人根本进不了城 也就是说见不到江西巡抚 官印自然送不出去 送官印的人没有办法 他们又把官印送往安徽巡抚衙门 希望安徽巡抚能接受这一颗总督官印 但是当他们到了安徽巡抚衙门的时候 安徽巡抚让人告诉送印的人说 说自己突然狡抚 非常的严重 实在走不了路 真的不方便来接见这些送印的人 他不能接受这颗官印 送印的人再一次无功而返 两个巡抚衙门都不接 这颗官印到底该交给谁呢 送官印的人又把这颗官印送到苏州制造府衙门 准备把他交给苏州制造李旭 请求他暂时收下 并且对他说 非奏万岁爷 请赴总督元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请你苏州制造李旭 尽快向康熙皇帝请求 让嘎里能够官赴元职 继续做两江总督 李旭只好解释说 现在嘎里只是停职接收调查 并没有撤职 需要等案件审理之后 才能够决定嘎里是不是能够官赴元职 他也不能够接这颗官印 他让这些人带的这颗官印 回去了 送官印这件事总算是暂时平息了下来 两江总督 堵路等极端的极端方式来挽留 嘎里 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 还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呢 从这些细节的描写来看 我倒感觉 嘎里送官印这件事 确实是有些诡异 真是嘎里的支持者 自发的行动吗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 嘎里之所以要送官印 有制造舆论影响的嫌疑 他的目的是向社会表明 自己并不贪恋权力 现在我被朝廷停职了 我就要把这个官印送出去 我不贪恋两江总督这个职位 这是第一 第二 送一颗小小的官印 本来就是不需要大张旗鼓 但是每一次嘎里送官印 都有一大批民众来阻止 如果没有人事先把送官印的消息 透露出去 普通的老百姓 怎么会知道总督要送官印呢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 带着大石头 大木头 去堵住总督衙门的大门呢 这是第二 第三个诡异的表现 就是官印送到安徽巡抚衙门 恰好安徽巡抚交通 为什么安徽巡抚正好这个时候交通呢 即便是脚痛 出来接受一颗小小的官印 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 因此我觉得安徽巡抚 故意不接官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至于他为什么不接 应该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真不想接 怕惹火烧身 二是他跟嘎里是一伙的 他跟嘎里早就串通好了 他当然不会来接这颗官印 这是第三 第四个诡异表现在 为什么要把这一颗 怎么也送不出去的总督官印 送到江苏之造李旭这里来了 他们当然知道李旭的地位 他是康熙皇帝派在江南的密探 他能够直达圣厅 在皇帝那里能够直接收上话 让李旭知道江苏各界对嘎里的拥戴 确实比什么都重要 我想这是这颗官印最后被送到 李旭这里来的重要原因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嘎里是在扬州还是在南京 他离南京江陵制造府都近一些 为什么他要舍尽求远 要送到苏州制造府去 而不是送到江陵制造府去 去交给江陵制造曹银呢 我想很有可能是 嘎里和李旭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是第四 第五个诡异的表现 李旭拒绝接受这颗官印之后 嘎里并没有罢休 他再次派人去送官印 这一次的动静更大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李旭 让康熙皇帝知道 江苏各界真的不希望嘎里被停职 进而给朝廷施加强大的舆论压力 两江总督嘎里通过大张旗鼓的送官印 组织群众劝他留任 他制造舆论的目的就是向朝廷施压 希望皇帝收回对他停止审查的处分 但康熙皇帝却不为所动 同时康熙皇帝也看出 李旭似乎在故意为嘎里说好话 那么李旭为什么偏探嘎里而贬死张伯行 他是不是收了嘎里的好处呢 康熙决定撇开李旭另选密探深入调查 又能否查明江南地区的真实名义呢 康熙50年科长舞弊案 特邀湖南大学李斌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第四集 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次嘎里大张旗鼓宋观印 他希望达到了目的就是 让皇帝知道江苏各界不希望他被停止 与嘎里这么大张旗鼓大费周章的宋观印形成先面对比的是 同时被康熙皇帝停止的江苏巡抚张伯行 他要低调得多 按照清朝官场的规定 张伯行被停止了 他也需要把这个观印送走 他是怎么送的呢 李旭在密咒中只是简单的说 张伯行巡抚的观印 已经在2月24日送到了浙江 并没有产生任何波折 两相比较 我个人更觉得 嘎里送观印应该是嘎里等人精心策划的一场秀 并不完全是民众的自发行动 对于嘎里的做法 苏州之造未必就看不出来 那么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 如实的密咒给康熙皇帝呢 李旭对嘎里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李旭多次密咒的内容 在正月16日的密咒中 他就对张伯行做了一个评价 他说张伯行这个人心怀多疑 很显然这是一个贬义的评价 说这个人疑心太重 但是对于总督嘎里 他并没有做出评价 2月29日的密咒 他向康熙皇帝报告 江苏社会各界对张伯行的评价的时候 认为张伯行来当这个巡抚 简直是江苏官场的一个累赘 而对于嘎里的评价 则全部是正面的 嘎里原本是一个要钱的主啊 在李旭的报告中 并没有说他收钱 反而说他是吉德民心 很显然 李旭这个康熙皇帝 派在苏州的密探 他是偏向嘎里的 李旭之所以这么帮嘎里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利益的勾结呢 尽管没有文献的记载 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 但是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那么江南各界对张伯行被停职 真的就没什么反响了吗 其实是有的 李旭在3月26日的密咒中说 张伯行看到嘎里这样闹腾 觉得很不公平啊 后来也有人在街上贴歌颂 巡抚功德的大字报 也有人向各巡抚衙门 承送请求张伯行留任的请愿书 但是李旭的奏折对这些情况 只是轻描淡写 并没有把当时的场面详细的描写出来 那么是不是请求张伯行留任江苏巡抚的请愿的规模就真的是很小了 根本就不值得向康熙皇帝来报告了 其实啊 江南各界对张伯行被停职的反应 是非常激烈的 不但场面更大 而且是百姓情感的真实流露 据史料的记载 江南的老百姓听说张伯行被停职之后 纷纷大事歇业 有几万人围在张伯行住的地方 群情激愤 纷纷表示要到京城去上访 为张伯行讨一个公道 第二天又有老百姓扶老邪幼 在张伯行住的地方聚集起来 给张伯行送来水果 蔬菜 请张伯行笑蜡 张伯行是丝毫不娶 这时这些老百姓全部都跪了下来 大声请求说 您在江苏当巡抚的时候 只喝了我们江南地区的一杯水啊 现在您要离开了 就不要再拒绝我们这些老百姓的 一点点心意了 不少人痛哭流涕啊 他们哭着说 巡抚不收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跪在地上不起来 看到这样的场面 张伯行是非常的感动 就象征性的收了一块豆腐 一把蔬菜 那么除了扬州 苏州 松江府 霸市之外 张伯行曾经担任巡抚的福建 也在上下奔走呼吁 为张伯行抱不平 从这些文献的描述来看 支持张伯行的大多数是底层百姓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想挽留他 想让他继续担任江苏巡抚 因为张伯行这次被停职啊 直接的原因就是他敢于对抗 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嘎林 那么敢于揭发这一次江南乡事务被案 那么江苏的老百姓 尤其是江苏的读书人 认为张伯行是能够代表自己 能够为老百姓着想的 他是愿意为老百姓说话 敢于为老百姓出头的这么一个好官 他被停职 确实太不公平了 他们就希望这样的支持行动 能够让朝廷知道 江苏人民是支持拥护张伯行 继续担任江苏巡抚的 因此从表象上来看 江南各界既有支持两江总督的 也有支持江苏巡抚的 情况确实非常复杂 以张鹏和为首的钦差大臣 又迟迟拿不出调查结果 让远在北京的康熙皇帝是非常着急 一方面他察觉到了 李旭给他提供的材料 似乎有偏袒嘎里的这么的动向 那么可能不是反映的是 江南社会的实际情况 为了弄清楚江南社会 对于嘎里和张伯行 被停职后的反映的实际情况 他觉得有必要 让他自己在江南的另一个密探 也就是江林制造曹寅 去扬州进行实地调查 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一手材料 曹寅就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的爷爷 他的官职虽是江林制造 实际上却是康熙皇帝 安插在江南的密探 有专折密奏之权 那么曹寅的调查 有没有新发现 他跟苏州制造李旭的调查报告 有什么不同 以钦差大臣张鹏和为首的专案组 他们对江南乡市舞弊案 迟迟不能查明真相的正解 又是什么呢 曹寅在康熙51年3月27日 他上了密奏中 首先否定了嘎里直接涉及 这一次江南乡市舞弊案的嫌疑 他说嘎里肯定没有张伯行所举报的 卖举人的这件事 这一点他跟李旭的结论完全相同 但是与李旭认为 嘎里完全跟这起案子没有关系不同的是 曹寅认为 嘎里也不能脱干系 认为他包庇前安徽巡抚 叶九四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曹寅还认为 至于他被停职之后 虽然有不少人请求他留任 但这都是嘎里的下属拍马屁做的 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这与李旭的密奏完全不同 对于张伯行呢 曹寅说 江南各界认为张伯行之所以会举报总督嘎里 其实是为了报复嘎里 并不是出于维护科举公正性的工薪 张伯行被停职之后 也有不少人要保他 支持他 这些人大多数是秀才和普通老百姓 曹寅接着又说 从人数来看 保嘎里的人多一点 占了大半 保张伯行的人少一点 只是小半 从请求他们留任的人的职业或者身份来说 保嘎里的人多数的为军队的人 保张伯行的人多数是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 从请求他们留任的目的来看 他们保嘎里和张伯行的理由都各不相同 有的是出于给嘎里和张伯行面子 有的完全就是个人的主观偏好 有的是为了报答上司等等 为了表明自己只是据实禀报 曹寅在秘咒中说 自己并不相信哪一方 到底要怎么判断 还要请康熙皇帝自己来做 针对江南相视舞弊案 康熙皇帝安插在江南的两个心腹的密奏有明显不同 他并没有表态自己更信任谁的话 而是寄希望于钦差大长张鹏和尽早查明案情 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意见 其实张鹏和早就查明 盐商富豪此地 吴密和成光魁花费五千多两银子进行通关节舞弊 直接涉案考官是赵晋方明 中间人是名叫轩三和李奇的两个人 这两个中间人是时任安徽不证实把一资的假定 如果深挖严审下去 对张鹏和来说 查明案情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意见应该不是难事 那么张鹏和迟迟不拿出结案报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他究竟有什么顾虑呢 钦差大臣张鹏和到江南之后 他总是在纠结于正副主考官和同考官是不是真舞弊了 是不是要严审这些考官等等问题 造成案件的调查工作被无限息的拖延 在具体的审案过程中间 以张鹏和为首的专案组 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的低 每天只审问一个涉案人员 并且不让他们对口供 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无密涉嫌舞弊这件事上 专案组根本没有去审问 舞弊的主要当事人无密和考官们 没有人去查他们有没有串通舞弊 更没有查他们如果有串通舞弊 到底约定了在试卷中用什么字眼等等这些关键问题 对于专案组的审问 李奇并不承认自己把金子藏了起来 他反驳说 之所以能在他家里搜出这三百两金子 是很多人合谋陷害他的结果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保护两江总督 结果就让他这个无辜的人成为了替死鬼 李奇认为这太不公平了 那么面对康熙皇帝的要求 面对江南各界的巨大压力 钦差大臣张鹏和到底接下来 是不是会加快案件审理的进度呢 案件会不会取得大的突破了 一个主要的嫌疑人 也就是一个涉案的支线 为什么会在监狱里自杀呢 他的自杀对整个案件的审理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些问题我们下一次接着讲 感谢收看 再见 在皇帝的大理支持下 张鹏和能否查出案件真相 涉案的同考官经线支线 为什么在狱中自杀 同样犯罪却不同处罚 张鹏阁犀利糊涂的了结此案 又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下期节目中 康熙50年科长舞弊案 特邀湖南大学李冰教授 为您讲述第五集 支线自杀糊涂疾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